哈囉 大家好 我是蕭狠 禮拜天的時候剛跟朋友去看了那個世界波隆納插畫大獎戰 那我自己其實一直也是有插畫夢的 就是很喜歡畫插畫這樣子 那前幾年比較閒的時候就有 應該是兩三年前吧 反正就有投稿過波隆納的那個比賽 當然就是沒有入選啦 那之後比較有空的話 我覺得我還是會想要繼續試試看 因為就覺得對自己來說 就是有在插畫這塊耕耘的人來說 這個應該算是一個里程碑 所以之後應該還是會想嘗試看看 因為就是真的蠻喜歡畫插畫的 那這次的展覽我還蠻喜歡的 它依序分為四個展區 那就是一開始進去就是奇幻樂園 然後星空派對 經典傳說跟夢想森林這個樣子 那每一區的話都有不同的顏色 跟不同的陳列擺設 那在這一集裡面我會介紹每一區的主題 然後我還會介紹每一區裡面 我喜歡的幾個作品 那先來介紹一下這個展覽它展出的方式是 就是每一個插畫家他會選一個主題 然後會針對那個主題 就是進行五幅畫的創作 但這個五幅畫可以就是 是一個故事就是有一個連續性的 也或者是這個五幅畫可以就是 針對那個主題然後 但是就是做一個個別的創作 就是說每一幅畫又是一個 獨立的小作品這樣子 好啦那我們就開始吧 等一下我突然覺得我就是這個耳環 很像有點在 是不是有點像在戴耳機的感覺 不是耳機喔是耳環 那一開始就是購票這邊的這個背板 就是他們這次的主視覺 就是有一隻很大的狗 然後一個小女孩在牽著它 整體就是很可愛 那進去第一區的話就是奇幻樂園 奇幻樂園的話就是這整個區都是粉紅色的 那這區的主旨大概是說就是 世界是一個樂園 人生是一個遊戲 擁有同心的人世界是彩色的 所以這整區就會像是一個遊樂場的感覺 然後地板上還有一些可愛的彩色跳格子 那在這區我很喜歡的一組插畫 就是這個中國插畫俠 流龍沙的作品 那這個作品的名字叫做 不一樣的衣 真的是很可愛 我很喜歡這種就是比較同趣的筆觸 整個感覺就是很可愛 那這組的故事是這樣子的 第一張畫 那我就按照順序說 鍾雄老師在教大家寫一 大家找了好久 終於找到了小螞蟻寫的一 老師這個很可愛 這老師還拿著放大鏡 然後小雞費勁的握著筆在紙上寫了一個歪歪扭扭的一 小烏龜學會了寫一 每個小動物寫的一都不一樣 這次很可愛 怎麼辦這次會不會長太多很可愛 但是就真的覺得很多都很可愛 這組我也覺得很可愛 這是意大利插畫家朱莉亞帕斯托里諾的作品 主題是 等我長大以後 他第一幅就是說 等我長大以後我要當校車司機 那這個是比較不同的表現方式 我也很喜歡 像這個的校車是直的 然後小朋友就是這整個畫是分成兩半的 校車是一塊 然後小朋友等待去是一塊 就像是小朋友就是 進入一個異世界的感覺 然後就是通過一條線 所以有一點奇幻 然後在等待去的話 可以看到一些小朋友還在哭啊 然後垂頭喪氣的 然後媽媽還牽著他去上學 就是很懷孕小朋友去上學的場景 那第二個就是 等我長大以後要當探險家 那這幅畫也很可愛 要稍微想想 為什麼有這個兩個圓圓呢 就是因為畫中這個小女孩 他拿了一個望遠鏡 所以這個兩個圓圓就是 就是他透過望遠鏡所看出去的世界 看起來應該是來到了一個奇幻的熱帶漁林 那第三幅是 我會攀登最高的山 我會潛入最深的大海 這個山這名好可愛 就是站在一座山的最尖端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 我想當總統兼當搖滾明星 最後一幅是 我想成為足球冠軍 我想成為著名的藝術家 這個小小藝術家超級可愛的 拿著調色盤然後綁著 三條辮子 有點像是黑人辮的感覺 那接下來這次是這個主視角的插畫家的作品 這個插畫家的名字叫做特雷奇亞菲羅娃 然後他這個作品的名稱叫做貝諾 第一幅就是我想養一隻長矛的狗 取名叫做貝諾 有著長矛的狗 喜歡散步的狗 像城市一樣大的狗 像積木一樣小的狗 他每一幅的狗都不一樣 然後因為這個畫家 他使用的美材是色鉛筆 所以你在看他的作品的時候都會有那些 就是我很喜歡那種就是比較同趣感的筆觸 然後整個作品的色彩也很繽紛 那接下來就進入第二區 第二區是綠色的夢想森林 那這區就是在說大自然是最好的插畫家 充滿了生命力 這區的插畫家讓大家重新認識大自然的美麗跟價值 認識到保護大自然是每個人的責任跟義務 那這區的陳列重點就是我記得一進去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懸掛式的就是那種花串 然後下面有草地就是營造你 好像在一個森林 比較有奇幻魔法森林的感覺 就是有花雕掛在那邊 然後綠色的話也讓人感覺就是很有森林的氛圍 那這個第一組我就很喜歡 我很喜歡就是有點那種傳奇故事感覺的 這組的插畫就是來自伊朗的 那第一幅就是巴赫姆回來了 七位公主各斯托夫巴赫姆保護跟照顧七隻兵林絕種的動物 那這幅畫裡面我可以看到就是他把這個建築物就分成七個空間 那每個空間上面就有這個拱門 我就是很喜歡 我也很喜歡這種拱門的建築物 然後他整體的空間是有一點就是穿透性的 就是有一點奇幻的 像是可能窗戶在上面啊門在上面 然後動物是直立的這樣子 我覺得有點像是室內設計圖的感覺 就是像一個就是一個皇宮的平面圖 那接下來是他帶走了最後一頭獵豹 那這幅綠色就是我很喜歡的 他就是有整個空間是用深淺不同的綠去表達出來的 空間一樣是穿透性的身體感覺就是有一點奇幻 仔細看這個作品其實蠻多是剪紙的 那我也是很喜歡這種剪貼的表現方式 他這組作品的媒材寫的是 拼貼、單刷版畫、鉛筆跟油彩 那第三幅是他在松綠石宮殿外 從公主那裡帶走了最後一頭鹿 第四個是他在獵捕波斯野驢 第五個是他帶走了最後一頭黑豹 那我覺得我看起來這組他的創作方式 應該是他的背景跟有一些 就是他剪貼的紙的顏色是印刷的 那他整個大部分的構成是用就是拼貼剪貼的方式 然後細節的部分的話他就是用鉛筆啊 或是色鉛筆這樣子畫上去的 就是感覺就是很中東欸 是不是 對這個插花夾就來自伊朗 所以神武花真的有一種很中東的感覺 我很喜歡很特別 突然發現這一區我準備的作品還蠻多的 就是很多都還蠻喜歡的 這樣子會不會講太久 好啦那趕快來講接下來這幅 接下來這幅是一個瑞典插畫家卡琳賽倫的作品 主題是超市後面 然後這個主題的話我很喜歡 因為就是一個你沒想過的主題 想說超市後面會有什麼東西 不就是那樣嗎 但是他是藉由一些很可愛的視角 就是畫出這個比較不同主題的插畫 你看第一幅就是超市前有一座大型停車場 超市後面有一座森林 然後森林深處有一隻貓頭鷹隱藏在樹上 你能看見他嗎 第四張是 駝鹿後面有兩隻狐狸 你能看見他們嗎 最後一張就是 玩耍中的狐狸後面有一隻老鼠 你能看見他嗎 整個作品就是像是 有點像是躲貓貓的感覺 就是讓你去找找看 停車場後面有什麼動物 是不是很特別好喜歡喔 那接下來這個是意大利插畫家 諾艾米沃拉的作品 那他的名字 他整個創作的一個作品的主題是 可憐的蚯蚓與他不幸的生活 我也很喜歡這種怪怪生物的主題 就是你們想過的一些很平常很普通的生物 然後你也把它畫作成一個 就是有點幽默或是有點可愛的作品 那他第一張就是一些著名的蚯蚓 蚯蚓的外觀與髮型 哇這個就是頭也有很多形狀 好好笑 然後蚯蚓的頭髮也是還有分那麼多造型 蚯蚓根本就沒有頭髮 所以真的很可愛 然後第三張是蚯蚓的棲息地 我們在海裡山裡沙裡都發現了蚯蚓 這裡還有就是有在叢林裡的泰山蚯蚓好可愛 那接下來還有蚯蚓蚓的靜青 最後一幅是你一直是某個人 然後能突然變成另外一個人嗎 那接下來這個很特別是一個伊朗插畫家的作品 那這個插畫家的名字叫做 叫做什麼 叫做薩娜哈比比拉德 這名字很可愛耶 就是讓人家很想念念看 Sanna Habibi Rad 是嗎 是這樣子嗎 Sanna Habibi Rad 那這個插畫的主題是一顆桃子一千顆桃子 那它這個五幅是用故事串聯起來的 其實上面大一份好像蠻多都是用 就是用故事的方式串聯起來的啦 那它就是每一幅都是一個故事的場景 那它這個作品的沒猜我先跟大家說很特別 它有用到就是花葉一印 就是可能花葉上就塗顏料然後這樣印上來 然後還有刺繡 真的在這一區的話 你就是一眼轉頭看到這個作品就會被吸引過去 就是真的很特別很漂亮 那第一件就是 它們發現了一個掉在地上的桃子 炎熱的午後 它們決定把吃完桃子的種子 種在領主原子肥沃的土壤的一角 種植一顆專屬於自己的桃樹 它來到桃樹旁為它澆水 然後坐在桃樹旁訴說著心事 那這個桃樹真的就是超級美的 那它把這個桃樹跟那個女生連在一起 意思就是說 這個桃樹它可能內在靈魂是個女生 然後這個人它在跟桃樹講心事 也代表說這個桃樹它是有靈魂的 那第四符就是 它說當它們在岩石間獵捕蛇作為桃樹的肥料時 它的朋友被蛇咬死了 然後這石頭很可愛耶 就是一顆一顆好圓好圓 然後有些上面有那個綠色的刺 深淺淺的刺繡 第五符是 領主的圓釘也發現了桃樹 用句子威脅桃樹結出成熟的果實 這個桃樹我真的是一直覺得它真的超級美的 那個我比較喜歡那種 這像俄羅斯刺繡嘛 就是會有比較凸凸的感覺 那說到刺繡的話 我有個陣子也很沉迷 我真的沉迷過很多事情 就有陣子就很無聊 就很想要 就是有都在刺繡 那真的就是 強迫送了很多朋友我刺繡的作品 那我覺得刺繡很難的是就是 你刺了正面之後 你翻面翻過來還是就是很醜耶 就是我常常就是正面可能看起來還OK 但是翻面看真的就是醜到一個不行 然後最後我為什麼就沒有在刺呢 其實我那時候真的買了很多的材料 就是回來刺之後為什麼沒有在刺 是因為就是越刺 這邊就越痛耶 因為你就刺到最後的話 你那個線就越來越厚 那好像用針就是很用力 真的是要用力把那個線穿 把那個針穿過去 那手指這邊就會真的變得好痛好痛 然後甚至還就是開始要起水泡 所以我後來就放棄了 也不是放棄啦 就是漸漸越來越少做 因為手指就是在痛 然後就漸漸少做之後就沒有做了 那接下來就到了第三區 藍色的星空派對 那這一區的主旨是說 插畫家是創意的魔法師 創意就像是閃爍的星星 點缺在平凡的生活中讓人驚嘆不已 那第一組我們來看就是 這個是一個韓國插畫家 普賢明的作品 主題是只是一條平常路 那我為什麼會選這個是 因為這整組作品 它都是從一個由下往上看的視角很特別 它是由一個就是蒲公英所看到的世界 蒲公英的視角來畫這個作品的 那第一張就是蒲公英眼裡的單車 蒲公英眼裡的狗 蒲公英眼裡的星空 從天而降的蜘蛛 然後一個孩子發現了這個蒲公英 然後它整個整體的色彩是有一點 我覺得有一點就是比較那種 有點像是 是不是有點像是安迪沃那種印刷的感覺 就是還有這種比較霓虹的色彩這樣子加進來 那接下來這組是我在這區裡面最喜歡的 那這組的 那這組的插畫家是一個秘魯的插畫家 叫做法蒂馬奧地諾拉格拉 然後它這組的主題是叫做 成為另外一個人的遊戲 那第一幅是我的愛 但這幅我很喜歡 它的顏色其實就很單純 就是黑色白色跟紅色 但是整體就是讓人家眼睛為止以亮 像黑色的話就是用不同的筆觸 讓黑色的樹跟就是天空這樣子分開來 真的就是放眼望過去就會看到這一幅 然後圓圓的樹也有很可愛 那第二幅的話就是跟我來可以看到一群小朋友 就是跟在這個第一幅就出現這個小朋友的身後 然後大家都戴著面具 那第三幅是你要加入嗎 第四幅是穿越人群 第五幅是戲劇表演遊戲 其實你在看這些畫的時候也會去想說 為什麼這一組這個插畫家要把它命名為這個主題 我覺得還蠻有趣 像這一組叫做成為另一個人的遊戲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組插畫裡面的小朋友 他們都戴著面具 就是他們想藉由戴面具 然後就是成為另外一個人 那其實在看展的時候也是需要去思考 我們就思考說這個作家幫這個作品取名 跟他作品的關聯性 其實還蠻有趣的啦 那大家的每個人的解讀可能也都會不太一樣 那接下來就進入第四區了 第四區整體就是黃色的 讓人就是為之一亮 因為前面已經是深綠色、深藍色 然後接下來突然再進入一個比較明亮的空間 感覺就是讓人家覺得很開闊很舒服 那這區的主題是經典傳說 就是插畫家以傳說故事神話為主題 將古老的故事注入新的神明 為觀者帶來驚喜和感動 這個主題就是我喜歡的 我記得我之前好像投稿畫的時候也是類似 我好像選了一個傳說的故事吧 然後再把它重新就是用無符畫的再畫一遍 如果我下次要再創作的話 我應該還是會選就是這個主題 那第一組我就很喜歡 就是它是改編於傳說故事 那插畫家是伊朗畫家莫娜阿茉莉 突然發現我好像很喜歡的幾幅的插畫家都是伊朗畫家 我是不是要專門去找一下 就是他們這些伊朗插畫家的作品 看他們有沒有作品集之類的 下次去找找看 感覺會就是都很喜歡 那這組的主題是凱撒大帝和他的衣服 他第一服就是宮城 那紅色的神明有可能是代表著戰爭 就是有血腥的意味 那水的這種藍綠色就是整體這個畫面搭配起來很好看 那他第二幅就是伊术圖書館 他就是把這幅畫可能分為 就有點分為兩半的 然後一半是比較彩色的衣服 然後還有一個紅色的大門 然後一半的衣服是白色的 我突然覺得這次看下來就是發現 如果你的五幅的插畫 你的連續色選作是紅色的話 通常都會還蠻亮眼的 就讓人一眼就會看到你這個作品 然後前提當然是你的其他的顏色 要選的比較暗一點 然後比較就是明度比較沒有那麼高 然後再選用你的連續色是紅色的話 就是在每個作品裡面都有一點紅色的色塊 感覺就會很好看很吸引人的注意 第三幅是凱璇 天啊這個劍真的是超級精細的 讓他畫得多久 真的是密密麻麻 然後又畫得很棒很可愛 那第四幅是月冰 第五幅是世衣 這組真的好精緻 就像我說的就是他每一幅都是用紅色 當作連續色 然後很引人注目 然後畫裡面的細節也都畫 都有畫出來 整個畫就是非常的精緻 接下來這個我也是就是在眾多的作品裡面 一眼就看到他了 那這是一個南非插畫家的作品 叫做 這個插畫家的名字叫做 戴爾布蘭肯納爾 然後他這個畫的主題是叫做 黃顏鳥 那這組的話 他就是用很簡單的黑白色系 然後搭配他們就是非洲傳統的那種圖騰 然後還有那種顏色 就是把這種傳統的圖騰融入他的作品 整體就是真的很特別很好看 那第一幅就是小男孩與黃顏鳥 那黃顏鳥的顏色就是用這個比較繽紛的圖騰作為代表 第二個就是誰偷了奶奶的桃子 黃顏鳥的尾巴就可以看到在窗戶這邊 預告著小男孩可能要開始說謊了 第三幅是撒越多黃黃顏鳥就越變越大 那這幅的鳥是有一個就是比較集合的形狀構成的 乍看之下可能看不出來這是鳥 但是仔細看就會發現這其實就是 真的是一隻鳥啦 就很喜歡這張欸 就是有圖騰然後跟白色黑色這樣子的搭配 第四幅是黃顏鳥送用男孩編織黃顏 第五幅是男孩實力掙脫黃顏鳥的包圍 所以在這幅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那個男孩就是很像從一個洞裡面掙脫出來 就是掙脫出那個黃顏鳥那個彩色的圖騰 那接下來這組是環保液體的 那會選這個的話是因為我覺得他這幅的色彩也很繽紛 然後他選用的環保的主題還蠻可愛的 那這個插畫架是來自韓國的吳喜納 作品的主題是叫做黑兔 第一幅的話他就是說森林裡到處都是黑兔 他們持著露水和草葉變得越來越大 長得比樹還高 那你可以看得出來為什麼是黑兔嗎 就是這些黑兔是什麼嗎 大家先看一看我們最後再來解答 那第二幅是巨大的黑兔 體內藏著人們不小心丟掉的垃圾 然後黑兔爆炸了 這真的畫得超級驚喜 其實很多一小塊小塊那種彩色的那種很像拼貼感覺的小東西 第四個是破裂分解堆積 第五個是湊近些看看他們看起來像不像海洋的生物 真的是畫得非常的細 仔細看就是每一條魚的紋路 然後他的彩色的那個拼貼的東西真的是很美的一幅畫 那他這組的媒材就是複合媒材嘛 其實在觀賞這幅畫的時候 你可以看得出來有很多小小的彩色那種拼貼的色質 應該也是自己做的那種色質 就真的是很精緻 那大家有猜出來黑兔是什麼了嗎 沒錯就是黑色垃圾袋 那為什麼是兔子呢 就是那個提拔那邊嘛 就是長長有點像綁起來的話 就有點像兩隻耳朵的感覺 所以就覺得這個作品還蠻特別的 就很可愛 就是把垃圾袋影響成兔子 那到這裡四個展區都介紹完了 那每一個展區真的都是非常的精彩 喜歡插畫的人真的推薦一定要去看這個展覽 真的是每個作品都值得被好好的欣賞 就是在每個作品前面都可以駐足很久 就是好好的看這個插畫家是用哪些媒材 然後跟他的主題 然後他的作品的關聯性 真的是很好看 推薦喜歡插畫的人真的是 一定要去看 然後一開始在賣票的地方有這個手冊 大家要記得拿一下 這個手冊就是介紹這整個展嘛 就是看就是每一區 然後還有不同的顏色 然後就介紹說他每一區的主題 然後每一區還有這個空格 就可以蒐集每一區不同的印章 就是還蠻可愛的 在看展的同時也可以就是 像是一個闖關小遊戲一樣 那最後美中不足的是 在看這個插畫展的時候 我就是預想說他會有很多精美精緻的那個周邊 然後我就出去的時候要買 想不到就是完全沒有 一出去真的是很失望 他整個一出去之後他就賣的商品 就很雜耶 就完全跟這個插畫展沒有關係的一些展品 也在那邊販賣 然後他有關於這個插畫展的周邊 就很少好像只有衣服跟一些小文具吧 反正就是很陽春 然後做的也沒有很精緻 所以就是這個展開我覺得還蠻失望的地方 就是想要掏錢買這個精緻的周邊 但是卻沒有 就是真的都是一些怪怪的東西 然後就是不好看 可能有些衣服還OK吧 但是我也沒買 因為我是想要買那種小文具的 好啦那這次的分享就到這邊囉 希望大家還喜歡 下次再見 拜拜